不論是製造散戶講消息 甚至企圖用各種方式進入選舉 干擾自治運作的行為 只要你最正確的 我們一定能辦到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強化國家安全 強化經濟實力 強化社會安全觀 不斷壯大臺灣 後扯實力 提升臺灣在國際上的不可替代行為 這才是臺灣永續生存的利益 臺灣擁有重要地緣戰略地位 面對國際變局 我們的戰略選擇相當清楚 就是要堅守自由農族 以及市場經濟 這兩項根本的價值 是臺灣今天成為亞洲民主典範 以及發展經濟實力的重要基礎 過去兩年 在中國的壓力之下 我們堅持價值理念 展現高度的韌性 讓越來越多理念相近的國家 表達中華民國 對中華民國臺灣的支持 尤其是美國最近 不僅國會通過的許多總裁法案 日前 陳時副總統 也公開譴責中國打壓臺灣的外交 並且肯定臺灣的民主制度 和臺灣共享民主價值的日本 無論是在國際強盾的聲援 或者是天災時的相互協助關懷 都讓養國的友誼越發明顯 前一陣子 歐洲議會也通過決議 肯定臺灣的民主發展 同時也呼籲 歐盟國家全力惡毒 中國努力挑釁臺灣 破壞臺海國的 臺灣的多元的民主是我們堅守堅決守護的價值 但是如果有其他國家 利用臺灣社會的自由 來進行滲透 製造濫象 我們一定會擁擠一切的方式來毫敗 絕對不會做事 無論是製造散布假消息 非法 竊取 科技情報 還是需擴敗資訊安全系統 甚至試圖用各種方式進入旋律 干擾自治運作的行為 只要以退政協導 我們一定連辦到 針對系統性 來自特定國家退出的假消息傳統 我們也會加強跨國合作 不僅僅是交流經驗 未來會要建立查詢和通報的意思 共同來應用這些小消息 對各國社會的重力 所帶來的破壞和衝擊